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湖南省委书记都叫他网红了 马英九在湖南公开表述中华民国宪法说 台湾大陆同属一中 嘴巴讲的是宪法一中 还是呼应老共的一中呢 去湖南参加节目 结果歌手唱橄榄树 主持人就说 马先生的故乡就在旁边 马先生这下也跟着说 我真的是看了感动不已 马爷爷您还要回来吗 让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马爷爷这趟去 对国民党的2024真的有帮助吗 挺侯友宜的媒体人现在说什么呢 好 说侯友宜已经在冲了 但是被柯文哲直接点破说 侯友宜辞职参选才有一线希望 只要代职参选的话 一点希望都没有 那国民党现在已经有人等不了了 包括立委陈玉珍直接开了第一枪 喊出支持郭台铭出来选总统 那今天也刚好是侯友宜 就职一百天 市政做得如何 那有办法真的能去选总统吗 我们今天节目上面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 资讯媒体员王瑞德瑞德哥 姐姐好 大家好 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姐姐好 大家好 资讯媒体员陈东豪 大家好 国民党新美市议员叶元芝 举锦好 大家好 梁安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举锦好 大家晚安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心肺大战 怎么两个人在这个中轮市场 上演说跌倒一边是不握手 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现场 叶元要不要亲自去问一下肺委员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鑫 远远看到立委肺宏泰 三步并两步冲上去要求辩论 大家加油 变论坏 我想要共产请问我们什么时候 嗨 嗨 嗨 好痛喔 这样就痛了 那你怎么到立法院打仗 肺龙泰这一甩手 恐怕不是真的手痛 而是想把徐巧鑫甩开 国民党立委党内初选开跑 身为现任立委挑战者 徐巧鑫怎能轻易放弃 握手很好 有礼貌 谢谢 我们希望有一场辩论 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我们是分针 使出年功残功 徐巧鑫就是不放过肺虹泰 两人在中轮市场 你追我跑 穿梭人群车辆间 一不留神 徐巧鑫突然间跌倒 秀出手上破皮伤痕 徐巧鑫语气中充满委屈 但是再看看事发当时 徐巧鑫紧黏在肺虹泰身边 一直喊不要推 却撞上一旁摩托车 谁撞谁推谁 各说各话 但是今天正式就是徐巧鑫要下站铁 希望这辩认的题目 不要是打内战的 完全没有内战 完全没有内斗 安免徐巧鑫的粉丝页 那这是不是一种枪口不一致对外 然后是打内战的一种行为 脸书我们有很多的小编 我刚才报告 百分之一百不是我按的 国民党内立委初选北市第七选区 徐巧鑫跟肺虹泰的纠葛 着实向闹剧登场 三十七选区 我手受伤了 不是啊 请教他瑞德哥 是 怎么整个廉价上演的这一场 这么样精彩的内战戏码呢 到底是不是巧遇呢 这两个人怎么会如此的狭路相逢呢 我昨天其实看了很多遍 相关的媒体的影带 那我实在非常好奇 就是到底是谁推他 那么当然可能我没有会跟 再加上我没有阴阳眼 你知道吗 因为我没有阴阳眼的关系 所以我看不出来到底是谁推他 不过呢 徐巧鑫的这个 哀哀的那个跌倒声音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 其实现场就有人跟他讲说 不要演了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 那么徐巧鑫啊 他从徐巧鑫最近的这个 一连串的一些荒唐的这个表现 那么当然呢 他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立委之路 那么他的四月一号雨人节那篇 也把自己这个脸书贴图 故意换成这个星球崛起 因为徐巧鑫嘛 鑫嘛 人家开玩笑都说是星星嘛 对不对 意思就是星球崛起 如果你看过电影就知道了嘛 那么蛮符合这个 他所强调的不讲武德 对不对 而且是新世代的 没有错 可能要KO掉旧世代的星星 对不对 所以呢星球崛起 蛮有意思的 自愚于人是不错啦 但是这一场这个 星星跟废废的大战 对不对 看到我们瞠目结舌 告诉各位 过去台湾这六七十年以来 地方从有地方自治以来啊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就同党对不对 同党在这个对打的过程当中 在争夺的过程当中啊 那么打成这个样子的 而且在所有人 包括媒体的面前直接上映 这样的一个星球崛起的相关过程啊 让人家看了瞠目结舌 你们到底是在币什么 我说谈话的 那么看在这个绿营的支持者 当然很爽的 你们继续这样打 对不对 继续这样打的结果 对不对 那么你们继续这样打 继续往内复打免费 根本就像这个昨天国民党的相关的立委讲说 国民党现在非常的团结 国民党的团结就从昨天这个画面开始 你看到吗 看看那个团结的方式啊 打成一片了嘛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团结法嘛 那但是站在那个蓝营的支持者 我相信死终深蓝的支持者的心里面呢 我相信他们是在滴血在淌血的 为什么 因为怎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那么我个人呢 并不欣赏这个废红泰 但是在这一场星星跟那个废废大战里面呢 我觉得这个战争不是废红泰自己去惹出来的 那么徐晓鑫呢 他就一路的往前冲 一路往前打 他用不断的方式来追打 让废红泰见识到 我以前其实常讲一个故事啊 什么故事呢 警匪枪战 屁股重战 为什么 因为不是来自于 子弹不是来自于对面啊 是从后面 啪啪啪开枪啊 那才会屁股中弹吧 对不对 警匪枪战 自己人就是比敌人还可怕 废红泰当时啊 废红泰现在一定是非常的这个 等于说懊悔 为什么 当年在看徐晓鑫 占民进党的时候 对不对 可能在旁边觉得这个年轻女孩子 打得好 有一天从人的枪口倒转 打你的时候 废红泰还知道痛了 你知道吗 所以昨天有一个真正的网红 不是马英九 马英九还没回来 台湾真正的一个网红 开玩笑说 其实废红泰的反应不够快 年纪也大了 要不然在徐晓鑫跌倒 不知为何跌倒的情况之下 在那边尖叫的时候 那时候当媒体突然间转身的过人当中 废红泰也跌倒一下 也摔一下 所有的画面全部转到废红泰来了 所以这反应也要很快 也要摔一下 以前有一位朱高正先生说 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嘛 看谁会演变的这个样子嘛 可是你要知道每次一直这种画面一直出来 每次当徐晓鑫 徐晓鑫今天在批评一个这个等于民主的过程当中 竟然用吃国家狗粮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现 那么这种方式已经预约了我们台湾政治人物 这跟年纪没有关系 已经预约了台湾人物政治人物基本的修养 那你们继续这样闹 我这样坦白大家看得很爽 我说这个知道吗 像我的朋友 我台湾朋友大家都很嗨啊 你知道吗 因为看国民党的内斗在内战 你知道吗 你们打的一大糊涂 我就说我站棺杀看被他笑叹 那你们每打一次每战一次 然后徐晓鑫的这个等于说不讲武德 你看徐晓鑫讲话的那个样子 我告诉各位 没有错啦 没有错 是要世代交替 但不是年纪大就一无是处 不是年纪大就要把人家赶下来 就是我年轻的就应该上去 不是这个样子的 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 有没有那个能力 那看你自己本身呢 那么年轻人也是一样 不是因为年轻就可以上去啊 年轻如果没有那个能力 对不对 没有那样的一个服务的热忱 而且连最基本的伦理都不懂 什么叫伦理 礼貌上的伦理啊 听说 我听这个民进党的一个议员说 有一次巧遇了废仰泰 废仰泰还 遇到他了以后 马上跟他诉苦了15分钟 有关于这个许晓鑫的 最近对他的言行跟攻击嘛 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非常不舒服啦 为什么呢 因为好歹啦 我们不管喜不喜欢慧永泰啦 好歹人家在当台北市的副议长 或者是当立委那么多届以来啊 那么包括五月不是要报税了吗 人家二十几年来 在他们自己的辖区 帮助人家报税嘛 那许晓鑫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我告诉各位 许晓鑫已经知道 自己输的这个可能性超过八成以上 因为很简单嘛 三成党员投票 党员投票你许晓鑫绝对拿不到 绝大部分都拿不到 然后呢紧接而来 我为什么说拿不到 我刚刚说的 连报税这些事情 人家平常都在做了嘛 然后呢 因为许晓鑫只会空战嘛 只会空战 只会上节目 只会骂这个民进党 骂这个蔡英文 现在骂自己人比 骂那个仇人跟民进党还凶啊 那投票的话呢 不好意思 你会以为七成的民调 对不对 徐晓鑫占优势 不是的 因为国民党的民调又分为 对比式跟负比式的民调 稀释了徐晓鑫的相关的 跟那个百分比 所以他其实败相遗漏 他已经知道自己 败相遗漏 为什么还要来不这 就是因为败相遗漏 所以才故意要这样子搞啊 搞得好像 事事弄得很大 但是我从昨天 有一些森兰的这个支持者呢 那么徐晓鑫在这个菜市场 发东西的时候 他们拒收 他们拒收 不拿你知道吗 继续这样下去的结果 我相信包括这些森兰的老伯伯啦 还是这个森兰的这个 等于说老人家 他们也不喜欢 人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毕竟讲白了啦 毕竟是自己人啊 自己你对自己人 都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对政敌 对不同政党也就算了 对不对 可问题是 你对自己人会这样做的话呢 那么以后 那么你对其他的自己人 你会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待他们呢 好 所以请教大家永鸿哥 你们大家也都选举过嘛 921的时候 同选区的时候 看到的时候 就像竞争对手 马上吓自己 怎么会出现一种 推击啊 什么你干嘛推我啊 这样子 好 你看哦 现场许晓星呢 疑似因为推挤而跌倒在地 尖叫的喊说不要推 结果没有想到还被路人吐槽说 哎呦没有人推你 真的是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导播帮我们揉一下画面 刚刚这个画面 都一直被play嘛 那到底有没有被推嘛 大家也会满纳闷的嘛 好 重点来了 其实这两个人本来在跑市场 是在不同市场的嘛 废宏泰呢 本来是在中轮市场 好 许晓星本来是在无星市场 啊怎么会 许晓星突然跑去废宏泰那边呢 根本就是许晓星 特别跑去那边要赌废宏泰的嘛 你们两个人本来就是 扫不同的市场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大家看到了 在这个疑似被推事件之前 许晓星是先接受了 媒体的访问讲了一堆 然后还说 啊 废委员来了 然后才过去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就是等在那边嘛 他不是去扫市场 他就是专门要去赌废宏泰 啊可是许晓星说 我没有去赌他 我只是要问他说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公开议论时间 那就是赌啊 那就是赌啊 不然什么叫做赌 然后他跑去之后 要一直要拉人家的手 然后拉人家的手 真的是很没有礼貌 把人家手拉痛了还说什么 啊你这样 这样都不 这样就怕痛你怎么去立法院站 刚刚影像都有 我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尤其看这个地方 这上面都已经有 就是说他整个去市场的状况 大家看 我希望大家看清楚这一块 这个就是他拉着 许晓星拉着废宏泰的手 废宏泰不理他转身之后 他就疑似跌倒 啊的一身对不对 可是大家看喔 废宏泰往前走 许晓星那时候 他的旁边后面 前面废宏泰走了没有人 他的旁边没有人 他后面有一群记者 对不对 结果他是往后倒 这个奇怪了 来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假设这个东豪哥是非常难 东豪哥 东豪哥 你不要走 东豪哥我们来讲话 啊 啊 啊 我手我手还要 我手还痛还没开始讲 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那么快 因为那个时间 我要先手痛你才能倒 你要先转 你要先转身一下 对我要这样子 这奇怪了 废宏泰往前走 徐晓星旁边没有人 后面还有一堆人墙挡着他 他被挤也是会被往前挤 对不对 因为废宏泰没有往后挤嘛 废宏泰往前走嘛 他没有加他拐子了 对然后呢竟然他是往后挡 他竟然是往后挡 而且他啊了两次嘛 啊啊啊不要挤 奇怪那时候 他前面没人因为废宏泰 不理他往前走 啊啊不要挤 瞎瞎的啊是在地上 他是往后挡 所以你有点觉得徐晓星 我觉得很奇怪 我跟你讲这个很奇怪 那他倒了之后 旁边的民众就说 不要演了啦 也有人说又没有人推你 那我觉得 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理性上 我是呼吁徐晓星跟废宏泰 真的 两个理性上他去验伤跟提告 如果废宏泰废委员觉得 他手被捏痛 你应该去验伤 有没有欲亲 对不对 徐晓星这更严重 因为他站起来之后 他有给大家看 这个太小了 我给大家看一个 感谢我们制作单位 很认真的把这个图片 不断的放大 他终于看到徐晓星受伤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皮开肉绽 他有没有看到 非常的严重 我再仔细看一下 我怕比对不到 看到了 对不起 这个他终于有一个受伤的地方 感谢制作单位 不断的放大 这么伤势这么严重 我觉得 徐晓星理性上是要去验伤 然后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去报警 对 去告伤害 然后才能把所有真相还原 因为他现在都是费洪泰办公室的人撞他的 因为他站起来就直指着 后面有个费洪泰的助理 说你干嘛推人 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刚刚那个位置就是东豪哥在这 东豪哥离开 我往后倒 然后费洪 假设哥你点一下费洪泰的助理 他从后面过来 他说你干嘛推我 奇怪 你如果推我 我要往那边倒 会不会是被内力所震伤 太厉害了 这个可能是吸星大法 往后吸 所以他现在的严重的伤势这么严重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真的呼吁他其实应该去验伤 但我觉得这一次费洪泰有点招架不住 因为你看 徐晓信一直跑过去握手握手 费洪泰说 我手好痛 然后他就直接说 你这样就痛了 怎么样到立法院打仗呢 这蛮会讲的 这蛮呛的 我坦白讲 我其实不认同费洪泰的政治立场 我也不太喜欢他很多言论 那他有时候在问证的时候 其实有些言论非常不恰当 比如说拖出去枪壁要干嘛 但是我觉得 就是论事 费洪泰私底下 他其实是一个 坦白讲他是还蛮斯文 就是一个千充君子 我觉得昨天那画面就是 费洪泰觉得说 我在扫尖你干嘛来乱 真的很没有礼貌 那他是很有礼貌 说好痛 这样就转身要走 那这位徐巧兴 一直拉着他 拉着他拉到现在 然后这一个大家都觉得说 你看起来就不像是被半倒被推倒 然后你现在自己讲这个 所以他就用刚前几天 他讲一个那个星球崛起 我觉得徐巧兴的想法是这样 他觉得死了一个沸沸之后 星球就要崛起 什么意思呢 我弄死你费洪泰 我徐巧兴就崛起了 我怎么弄死你 实力上没有办法弄死你 他要让费洪泰的形象 他怎么样都赚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他是女孩子 费洪泰也不能跟他大小生 你徐巧兴摔倒 费洪泰也不能摔一下 你摔不下 如果今天是另外 如果假设是女性 同样女性候权 也来摔一下 对不对 那费洪泰做不好 第二个费洪泰总是比较资深 对 那比较资深的人 他不能一副再训小朋友的样子 所以徐巧兴怎么都会赢 但是我觉得坦白讲 这样第一个没有礼貌 第二个不够厚道 第三个不断秀下线 这对政治人物来说 对民主政治发展来说是不好的 但我觉得他也不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看 我真的觉得 等一下原汁可能要回答一下 为什么国民党的都这么容易皮开肉战 然后这么容易的气瓶嫩肉 你看看我们陈玉珍被夹了个手 他就躺在这个病床上 情况非常的危急 所以我们党国大佬都去看他 非常非常的危急 可能要施以心肺腹鼠鼠鼠 但后来没有 我们的诚意性也是 在一次意外的冲突之中 他皮开肉战 真的 我还是一样 在立法院 对就是 我说在那 奇怪 我一样还是要放很大 我能看到皮开肉战在哪里 不然我以为是那个 像我一样徐马城 有时候抓一下 有一条红线出来 那洪梦凯这个完全没有皮开肉战 他就是被壁咚 然后很委屈的哭泣了 找妈妈 壁咚 那再来就是徐晓星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说 到底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是怎么这么的细皮嫩肉 然后这么容易皮开肉战 但回归正传 我觉得理性上的讨论还是 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候选人 这样一个年轻的政治人物 要用这样子的手段 去摧毁对方的人格形象 去冲自己的声量 然后甚至不惜去出征 像李德伟 李德伟就讲了 我觉得他还蛮公道的 他就觉得说 有必要这样占党 党内占成这样吗 他还要去出征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坏的民主示范 然后这个是国民党的 这个所谓的新生代 都是这样子的做法 那如果这样子的有战力 怎么不去占一个 对国民党来说是 相对艰困的选区呢 他就是在这个选区里面 就是这样子来搞这个 星球崛起 确实会让国民党支持者 撕心裂肺 好我们来看一下 徐晓鑫那时候尖叫的时候 路人怎么样回答呢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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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推啦 不要推啦 干嘛好不好 他们也不要演戏啊 小心 小心 他表情自己扮倒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路人跟你说 不要再演戏了 不要阻碍交通 请教一下原子 你看到这个画面 你会觉得 徐晓鑫赞啦 帮国民党的年轻时代 是不是 争了一口气吗 昨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 我们只能讲说 这个很激烈 很激烈 叫声很激烈 要不要选一下 所以晚上我们有板桥的选民 就传讯息给我 他说现在打得那么热烈 那到时候如果我们板桥 有初选的话 你会不会这样 对对对 我想说很难讨越 你不要用摔的这一招 你难超越啦 这人家用过 但是我觉得 徐晓鑫帮我们开了一个 就是公平竞争的之路啦 就是说 就是说 对于 对于这个 前辈有不满的话 大声说出来 这是现在大家 反正要不要超越他们 我觉得 一般的民众可以忍受 不要超越谁 就是费心之战 因为 因为我 我比较要讲 所以你公开支持 开战了是不是 因为 不是 不是 我 当然 这样就有点过激 就是说两边 两边 因为贝鑫太也有一点 像徐晓鑫跟他握手 贝鑫太说 我手好痛 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弱 你说贝鑫太也没有那么弱 是不是 没有 然后就人家就说好痛 不可能 就两边有点 对于是有情绪嘛 才会这样 我觉得 你们国民党刚刚组一个医疗团 去双方当事人去验伤 然后协助他们提出告诉 以厘清这个 徐晓鑫说他不怪他们 我觉得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应该开始竞秀 这个很好看 你知道吗 所以只要不要比他们两个还激烈 我觉得 你们都可以 你们都可以 因为以前我们国民党的人 是这样 两个人只要稍微吵架一下 你们就会揪心 你知道吗 不要吵了 像我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我一直被老的议员欺负 然后我也不爽 老议员欺负你 反正就老议员公开骂我就对 我也回嗆 然后我们的支持者就会说 原始不要 冷一冷 都是同党的 然后我四年前 因为站在侯友仪旁边 然后媒体 然后被一个老议员 长得高高的 戳我 你站后面去 你金融太多 然后我会跟他吵架 然后我们的党员也是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可是 可是现在呢 既然有了这个 就是有这个先例 我觉得大家可以 比较可以放开来讲 原始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的嘴巴说的老议员 会大外哥柔道 对对对 我只能讲说这个 但我要讲就是 这一句真的很激烈 因为我这个补充一下 瑞尔哥讲的 我们这一次 他们这次选举是三层党员 跟七层民调 三层党员按照上一次 费鸿泰和王宏威的选举 是费鸿泰比较有优势 那时候党员几乎是7比3 那因为那一区很多 黄复兴的党员 这些都是费鸿泰 所以而且 黄复兴党员投票率很高 所以在党员上面 徐晓卿是有点吃亏 然后民调上 陈如刚刚瑞尔哥讲 因为对比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 对比就是说 费鸿泰对上许淑华 跟徐晓卿对上许淑华 两个来比 那选民听到这两个组合 对不对 绿的一定就讲许淑华 蓝的就是会讲徐晓卿 也会讲费鸿泰 所以两个差异不大 那互比的话就是 费鸿泰跟徐晓卿两个来比 那假设徐晓卿 因为比较常骂民进党 所以绿的只要听到徐晓卿 那一定就支持费鸿泰 像刚刚永宏也都在帮我费鸿泰讲话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比较起来 没有 我是鼓励他去验伤 比较起来 其实徐晓卿是有点危险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危险 所以很激烈 然后第二个我想要讲就是说 旁边的党员就不要再出来参议咖了 别人在竞争 你不要再出来 你在说谁啊 比如说怎么不分区立委 你得委 具得利益 我觉得跟他没有关系 而且尤其是不分区立委 不选举的 因为我们是选举的 像我今天能够做议员 我选两次 如果把初选加进来就选三次 选举是非常需要努力的 分区立委就是 主席给你做 你就做嘛 就爽爽的嘛 那你不选举的人 看到人家在选举 你在那边讲三道四 我觉得真的对他不好啦 而且说实在的 就是说 怎么会这么快跳出来 所以徐晓卿今天就骂他是特意啊 徐晓卿说上一次 沸鸿泰对照王红威的时候 徐晓卿也做过王红威的特意 这徐晓卿自己讲的时候 对不对 你讲错了 对 是 他当了这个 他那个时候帮沸鸿泰的特意 对啊 徐晓卿说他当过 被勇太车一倒后 那我简单问啦 你支持徐晓卿这样的做法吗 没有 我支持大家为了自己的理念奋战 对 那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不是这过程 过程应该说 不管是谁选出来之后 要团结 就大家放下 我觉得这个比 这个过程还重要 你刚刚听到了 叶元芝说 支持徐晓卿 你看看 国民党里面年轻世代 为了开战老的 连叶元芝都出动了 多么样的血淋淋啊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不过心扉之战呢 现在又扩大战场了 战到谁呢 战到了国民党立委 李德韦的身上 我们请教一下宇韶哥 李德韦直接在脸书上面 留言炮轰说 徐晓卿的下手越来越重 结果徐晓卿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留言 徐晓卿就说 今天的情况是我被推挤 然后被委员完全不顾我 直接往前走 完全没有问 跌倒在地上的我还好吗 请问这样有风度吗 有同志在吗 每个人都会老 但不需要老了 以后欺压年轻人 李德韦直接留言说什么 松心那么大 是被委员故意来跟你的行程 是故意赌你的吗 如果是我谴责他 如果是你去赌他的话 我谴责你 徐晓卿你觉得你是去表达团结的吗 笑死 请教宇韶哥 现在整个战场开始延伸了吗 这已经叫做徐晓卿的剧本 达到他的效果 叫做点燃国民党内部的 世代阶级斗争 简单讲他是年轻世代 其他批评质疑他的人 基本上都是神跟佛 或者是说徐晓卿现在已经是创世主的角色 神佛都杀了 神佛之上只有创世主 我先补充第一点 NBA2013有新的规则 假摔 轻则判技术 假摔 你刚讲这个假的是不是 假摔没有说是NBA 轻则是判技术犯规 让对手先罚球 然后重新进攻 然后重则是要判停赛 还有罚款的 为什么NBA对假摔规范那么严重 因为严重影响运动家精神 用政治的话来讲就是不讲武德 好 回到我刚才所说的 既然徐晓卿是救世主 既然徐晓卿是创世神 所以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谁只要质疑他 谁只要挑战他 谁只要批评他 甚至只是讨论他 tag他 开玩笑我大小通杀 他现在角色跟策略 是这样子嘛 为什么 刚才我们都有讨论到 徐晓卿其实内心非常非常焦虑 因为呢 就快要输了嘛 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就完蛋 所以说呢 干脆呢 李德韦批评他 也把李德韦拉成是什么 李德韦等同于废洪泰 我们现在李德韦的批评 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很中性啊 李德韦先说 不断向党内同事呛瞎 下手越来越重 影响国民党形象 错了吗 有没有道理 有的嘛 还有 大家都是一家人 竞争 不能斗争 不能只顾自己的生存而壮大 针对 一事假摔 李德韦也评论说 叫笑死 其实我觉得啦 这个都还在谈不上批评吧 是善意提醒吧 大家都一家人 在叶元寺刚才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 好像徐晓星 把他拿了 干嘛呢 把石头都给挡开了 徐晓星也点燃了 这个叶元寺啊 内心的热情 虽然我不能见神杀神 但神佛你帮我杀好了 我内心支持你 在后面当啦啦队 板桥如果这样的人啊 巧心巧心得第一 这是叶元寺啊 今日徐晓星 明日叶元寺 没错没错 他现在故作镇定 不敢有一抹微笑 但是呢 刚才在讲的时候 神采培扬 被我看穿了 可是听到这样的批评之后 徐晓星怎么说 跌倒耶 你们这群人 不顾我在那里 然后往前走 是没有军事风度的 首先装可怜 我是受害者耶 你不说你 如果人家把手握得又 又黑筷 碰爬 不管 今天是什么 下面那句话 我听的真的是 下巴都快掉了 李德威 你就是既得利益者 你是霸凌挑战者 为什么会突然 直接来针对李德威 那我就说嘛 今天任何人 只要质疑徐晓星 现在民进党是吃瓜群众 在旁边敲碗 下集呢 开挂挂呢 还有呢 这个外传 李德威这时候外传 像之前 秦桧珠也是站在飞龙台那边 结果就变成婆媳大战了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因为徐晓星要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嘛 国民党内的这种 世代阶级的矛盾嘛 你挡我们年轻的路 所以说我对你也不客气 可是各位要了解 李德威的潜意识是什么 李德威虽然也不是老人啊 他还算是国民党的终身带 可是呢 他的潜意识是什么 他是帮一群人讲话 也帮他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李德威 在未来国民党的政治路上 遇到徐晓星这种怎么办 所以说呢 他能让自我防卫医师就出来了 就自动的打预防针 否则 各位 他当然可以评论 但是呢 李德威是不分区的 不论李德威 未来会不会投入区立委选举 一定不在台北市啊 因为没有这个风声 或至少不是在松山信义这一区嘛 旁人觉得李德威基本上 大家看戏啊 吃面的人 基本上都没有喊面烫了 喝汤的人觉得 这怎么回事啊 所以我说 徐晓星已经得逞了 什么意思呢 当李德威这样的人 跳出来说话的时候 刚刚好说到的是什么 我徐晓星是受害者 你们这些老人 就像当年韩国瑜 那个韩文一样 你们这些大人又老又丑 徐晓星不就是这个套路吗 最后我要说的地方是 徐晓星当然非常非常焦虑 所以说呢 他使的是放大决这个绝招 为什么 如果3C开示台北市党部的决定 将来民调 保安电话民调的部分 会不会有首席民调 我觉得都很难 制度上跟结构上 对他不利 所以国民党 大家不是吃素的 真的没有敬老尊贤这一套 好 请教一下东豪哥 那你看徐晓星 现在直接开赞李德威就说 你就是既得利益者 在霸凌挑战者 好啦 那姑且不论这个事件 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时间点 四月初的这个时间点呢 因为不是已经确定是三七开了吗 那大家已经说了 对徐晓星就是不利嘛 那为什么徐晓星现在还要来直接来遇到飞鸿泰呢 因为对他不利 所以他才要拼啊 拼了是不是 所以我这是推 我用猜的啦 因为四月十六开始 他会有连续三天的那个 松信的这个国民党的那个 十六十七十八要民调 三天嘛 民调嘛 这是这是这一区的那个电话嘛 算是全民调 可是四月二十号 四月二十二是党员投票 松信的 那么文山如果 如果有挑战者的话 也是投降这个时间 那对徐晓星来讲 我那么讲好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这个戏很好看 对不起 我很久没有那么笑得那么高兴 这个真的是 拿个瓜子在旁边吃瓜子看戏就好 因为巧琴自己讲说 四年前他当飞鸿泰 当侧翼嘛 为什么 因为四年前是王宏威要挑战飞鸿泰 他才把这件事先出来了 对 好 那当侧翼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通常来讲 上次说他帮飞鸿泰打这个王宏威 移除王宏威嘛 那个时候我帮你了 就打王宏威嘛 王宏威上次初选 有没有输 输了 输了不多啦 输了不多 那关键是什么 因为王宏威那个时候也很强势 就是要挑战飞鸿泰嘛 所以如果你记得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都要去抓韩国瑜 初选的时候就要抓韩国瑜 一个是要去弄一张好像照片 一个是有韩国瑜的录音档 那晓星帮车银干嘛 晓星最强的就是网路啊 那王宏威去上次输掉 对不对 那个晓星一定会知道怎么输的啊 所以他要补救啊 因为他没办法全民调 四月二十二党员投票占百分之三十 算一算 党员投票的部分 晓星大概不会占到好处 所以百分之七十的全民调就很重要 全民调怎么办 踢管啊 知道费用泰在哪里 扫街赶快去踢管啊 费用泰 记得下次遇到晓星再来的 因为在十六号以前 这种事情随随发生 第一件事情 把两只手举起来 不要让晓星碰到 免得到时候说 自制清白 对 你的手碰到晓星 你会有你受不起 你受不起 这样学校会做文商说你投降 没关系 我跟你讲 反正这个时候 十六号以前的主动权都在晓星 晓星决定要在哪里赌 在哪里踢管 这之后费用泰去哪里 市场扫街 有可能会再狭路相逢一次吗 因为这主动权就是看晓星的 好不好 因为晓星需要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赢得越多 那百分之三十越不重要 所以我要想办法 冲高这个百分之七十 尤其在十六号之前 对 所以你看到今天就说受伤了嘛 那那个 不好意思 我真的看不出来 好不好 眼睛老花了 好不好 那这个时候 你像李德威他们跳进来 李德威跟晓星刚好差二十岁 可是你说李德威很老吗 没有 他才五十出头 跟我一样 那基本上在我们社会里面 他算中壮胆 对 中壮胆 那对晓星来讲 这一个没办法 就是赌这一把 后面有多大的后遗症 都没有办法思考 他就是先拿到初选过关 一定要赢 赢了以后 以后什么都有可能 不是啊 就国民党里面 谁敢帮许晓星啊 你看 以前费红太也帮过你 然后你也被他移开来了 以前谁也帮过你也被他移开来了 那都不重要 如果拿不到国民党提名的代表权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打败 费红太这个才是真的 至于这个过程 留下多少恩怨 要怎么去划解 后面再说 以后再说 以后再去求爷爷告奶奶 想办法 可是 政治 我跟你讲 晓星绝对是被政治耽误的艺人 艺人 你以为艺人可以定义他 我觉得 他可以去演那个 那个松性恶女的崛起 好不好 这个可以 这绝对可以写剧本 你想想看 没有什么背景 对不对 然后呢 前一阵子为了那个 这个丹记 还有面瘫老板的故事 看得我们都 他能够这样子一路 一路拉起来 见佛杀佛是不是 欲神杀神 神党杀神 佛帮杀佛 对你看 你看 原汁多开心是不是 我跟你讲 现在的 八字学原汁记在心里面 现在的八点档 都没有剧情这么好的脚本 我们华旗也很好 这个可能也出现 可以用一点 因为这是真人正事 演给你看你知道吗 但是这么讲 这个会对于 像李德雷我可以理解 就是说对他这样子 就是我们讲传统正事的 看不下去吧 家事好的 有教养的 就是很斯文的这一炮的人 大概会觉得看得受不了 心脏会受不了 好 那现在就有一个关键了 小心这么做 赌一把 可是这一把赌下去 那30%的差距会被扩大 他赌这一把 他赌这一把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70%的全民调要赢很多 那一段如果赢得不够多 这个的反作用力会在那30% 因为国民党的支持者 大部分来讲 比较不习惯 不过当我们现在在讲巧兴的时候 都是帮巧兴在加分 为什么知道吗 只要我们讲巧兴 徐巧兴怎么样 徐巧兴就说 我被违剿 所以你要知道 巧兴真的很聪明 他真的非常聪明 他这一把 算得非常漂亮 好 所以你看 这一局到底有多难解呢 本来讲 外面不是说他协调吗 现在也说 占不协调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连讲外面都占不协调了 那还有人可以来解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徐巧兴现在真的是来势汹汹 把好多人都拖下水了 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 他在这一台讲说 四年前的选战呢 费洪泰就是要找他 负责攻击时任的议员王鸿威 然后费洪泰在用伪君子的形象 对外喊话 党内要团结 那个时候 徐巧兴在上次王鸿威的时候 不是两个人已经和好了吗 那干嘛这一次 他又把王鸿威给拖下水了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举君说 蒋万安没有介入 我要是蒋万安 别说蒋万安 我跟中国国民党党主义朱立伦 我都怕 为什么 万一我跟他打个电话 马上录音全部都弄出来 万一我跟他见面的话 我走前面他走后面 跌倒了不要打我 那会怎么办 对不对 是没有人敢碰这一局就对了 以朱立伦跟这个蒋万安他们的出身背景 我跟你说他们绝对没有遇过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刚才这种 他很兇气 不知道要怎么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费宏泰本来是不想跟他握手 因为他想说我跟你去握手 等一下你又去做什么文章 然后握手下去以后 费宏泰说他手痛 你也不知道徐晓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不是当事人 但你就知道费宏泰现在陷入两难 就是我不想理你 让你去做文章 但问题是你又这样子 穷摘不捨 然后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炒作新闻 那么虽然对徐晓芯来讲 他对他来讲 稳赚不赔 但是对费宏泰来讲 情何以堪 至于跟王鸿威 刚刚这个举荆问说 那时候不是 徐晓芯还有帮王鸿威站台吗 那不一样 为什么 那是因为 那是会谢谢这个 本来的最强的假想敌离开了 你知道吗 他跟王鸿威之间 为了抢费宏泰这个立委的初选 两个人是站到水火不容 那为什么他会帮他站台 因为你已经离开了松山心意 你到了中山跟北松山去了 所以一切归零 我们重新再算 再见拜拜 你知道吗 再见拜拜 我要是徐晓芯 我想心办法让王鸿威选上 为什么 你选上就等于我选上 他一定会这样想 那如果我能够把费宏泰给干掉的话 那我 我这个 这一区对不对 依他的属性 蓝大于绿 那么他认为自己 选上的几率很大 那么徐晓芯跟费宏泰 在 不 徐晓芯跟王鸿威在这一区 说我看已经占了很多年了 已经占到无以复加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等于说 跟徐晓芯聊过这件事情 徐晓芯本来大家都认为 他是马鸿威的人 对不对 早就翻脸了 为什么翻脸 因为王鸿威翻脸 你知道吗 因为马鸿威曾经把他叫来 叫他要跟王鸿威道歉 那马鸿威的理论 王鸿威以前干过某大报的采访主任 媒体人 然后议员又比你多借干什么 那马鸿威他也是那种 论资排辈分的那种人 所以他认为说你是年轻人 不应该这样对自己的前辈 所以叫他来跟他道歉 毕业啦 你知道吗 翻脸啦 你开玩笑 他翻脸翻到什么时候 你忘记上一次吗 上次为了要杠上党中央 为了我记得好像文川会主委的 这个等于说发表人事命令 当天 许晓鑫立刻退出了国民党的群组嘛 对不对 退出了以后 不是说因为我的手机比较老旧 所以如果党主席送我一个iPhone141TB 对不对 党主席也只能送给他一个手机 对 而且他还给我看 真的很重 他还拿给我看 你知道很重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嘛 那个许晓鑫是一个 就是这种个性的人 那这种个性不是不好 就是说年轻人啊 你敢拼敢冲 但是他真的不讲武德哦 我告诉你哦 不管在哪一党 在台湾 我们不管在哪一党 我们的这个政治的相关的养成背景 都有一定的最低最低的尺度 也就是你不能预约这个红线 你不能跨过 那么许晓鑫完全打破这条线 他打破了以后 我就没跟你说 至于刚刚东豪其实讲的很白了嘛 我先赢啊 我都敢这样了 对不对 我只要赢了我什么都有 那我先求赢嘛 那输了以后怎么办 输了以后就比照我挺完红威 就是这样子嘛 输了再说 赢了就我的耶 但是你要想想看哦 在这一区你看王红威 王红威是不是离开了松山信义 然后到中山区去了 对不对 可是王红威在这一区 他当时是第一高票选议员有两万多票耶 所以许晓鑫也不能在这一区得罪他现在要想党内出选 他也不能得罪王红威的票源嘛 所以一减二个 他就想说我当时为了你慧弘太去对付王红威当彻翼对不对 然后后来我禁事前嫌去帮这个王红威对不对 结果你看看你肺老竟然这样对我 你还记不记得他曾经讲过上一次他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遇到的情况之下 还有什么两对夫妻都在的时候 肺虹胎说下次就是你了 立委就是你 人家可能是讲客套话 那个肺虹胎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再选的话才会轮到你嘛 但许晓鑫不管啊 所以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挑战 我觉得所有的人全部都看得目瞪口呆 那我相信如果你的辖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要挑战你 我跟你讲 所以我会建议肺虹胎了 以后因为没办法 因为在这个初选过程当中 还是得出来这些公共场合拉票嘛 肺虹胎以后应该要有人群包着 远远看到许晓鑫对不对 包着就对了你知道吗 包着就对了 要不然这次欣欣跟肺肺大战继续打下去的话 其实会两败俱伤 好请教董哥 我怕死了 我讲官本来说要调停 现在说如果看到这样的话 我暂时不要调停好了 市党部现在也说要调停 许晓鑫现在呛说不抱期待 好他里面说我也不抱太大的期待 因为就连市党部提名委员都被肺虹胎施压跟官说 那我也没有什么太好期待的 现在一大罐全部都被拖下水了 当然因为这个时候 小新就变成我是受害人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所有的事情你就记得4月16号 如果你是松信区的 你接电话的时候你就知道 这一招有没有用 然后我直接在讲 连台北市长讲话人都不敢协调了 市党部还能干嘛 因为市党部就是决定三七开 所以他当然对那个 好可是重点还是注意 你注意看小新这一波的操作 我刚才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王宏威这件事情 就要讲说 我那时候费鸿太找我当侧议 王宏威上次在松信市第一高票 有两万多票 这两万多个投票给王宏威的人 如果在全民调70%那个部分 接到电话的时候 他会说支持费鸿太 市会讲说支持徐小新 小新在唤起王宏威支持者的记忆 所以这个 那个时候是他叫我杀的 他叫我杀的 所以这两个人当然是叫我杀的 那个你会比较讨厌啊 我已经跟王宏威认错了 所有东西就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哦 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 要把当彻翼这个事 正常来讲我们觉得 这个事情不好 因为我帮费鸿太去杀王辉 说实在的在政治上面讲 这是不好看的事情 因为这实在是有一点 有一点比较不入流 可是这个时候拿出来 干嘛 想办法把那70%的全民调极大化 所以这把赌得很大 我说实在 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谁会赢 因为很难算 这么小的区域 就是南松山加信义区 我不晓得这一区的人 接到电话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完全没有潜力可循 所以对费鸿太也讲 这一段时间他会很麻烦 无钱亦可循 像小新杀成这个样子 连自己的糗事都可以拿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只有演两个礼拜才太短 因为这个很多招你知道 我们有看过这种的 比如说前面讲的跌倒 自己办到自己也会跌倒 这不管是最后面谁出来 有办法说 我还是真心力挺唯一之子 仇恨值极大化 这个关键就是要仇恨 你要知道仇恨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初选仇恨值 就初选仇恨值的极大化 你可以在小新这一次的实验里面 得到验证 到底能不能成功 只是他是放在国民党里面的内部里面 不过现在大家说更离奇的 马英九先生现在比较先生了 居然变成网红 然后在中国讨论的是 中华民国宪法 这样感觉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接下来看到这个内容 大家很纳闷说 马英九到底是哪里的前总统呢 怎么会现在在中共这边 附和中共的宪法 我们请教友红哥 你看马英九现在来到湖南大学交流 他又声称了 大陆1982年的宪法前里面有提到说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是事实很清楚 这样的说法 天哪 我觉得他是不是脑子有点不太清楚呢 我觉得他在秀下线 怎么了 他怎么了 他就是在秀下线 他就是一个 招之急来挥之其去对北京来说 他就是来做一个秀 他做这个秀完全都配合 北京要他做的剧本 首先他讲这个 你去如果讲说中华民国的宪法 但我跟大家报告 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并没有这一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的宪法 也没有这一句 是只有到这个82年的宪法 就修改前言差的这一句 马英九为什么特别提这一句 他就要目的 只是最终要讲出这句是什么 简单讲他要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简单讲他要讲说台湾是中国人 他的目的就是这个 引用了宪法 他在塑造一个什么 就是说好像你看法理上是这样 你们的宪法就北京中华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的宪法也是啊 他说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 记得是征修条文 不是宪法本文 宪法本文当然没有这一句 因为宪法本文那时候 五五宪朝的时候 台湾根本还在日治时代 所以他讲征修条文 拜托你好不好 讲这种历史 那当初也说两岸是分治的 汉贼不两立 然后突然有一天出来一个国统会 或者民主化就片了一个国统会下来 然后加了一个宪法 说两岸统一之前 如果是这样我要问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马英九应该要说的 不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要说是 第一个 大陆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对不对 中华民国被赶来嘛 你应该是这样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如果以国民党定义来讲 是这样子 我是被共产党窃拒的国土 是我们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要这样讲 我就认同你 第二 你要顺便讲一下 外蒙古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现在外蒙古的治权在哪里 人家已经独立了嘛 第三我要讲是说 好 你在这个小英在国外 然后全世界正在挺台湾的时候 你在那边给世界释放一个讯息 就是说台湾的前总统 跑到中国去讲说 我们是人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拜托 这就是完全顺着所谓的 一个中国的原则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到 包括在联合国 包括在哪里 都在用这个原则在限制台湾 所以那时候连国外记者在联合国 都很生气问那个联合国秘书长说 你怎么可以用这样 等到联合国现在是中国在管的吗 你怎么可以用这个 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在讲 然后马英九去那边就落实了 你看台湾前总统都这样讲了 但是我要讲法理上 台湾讲法理上 马英九这样讲法正好是有瑕疵的 为什么 宪法就是一个国家的诞生 就好像出生这名书一样 所以他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对不起那就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的宪法 对不起我们就是一个国家 至于中华民国宪法是比较复杂 我要讲 我们讲人的这个一生就是 一命二运三风水 中华民国出生不好 所以被人家赶过来了 出生八字不好怎么办 改名字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全世界都叫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尤其都叫台湾 现在是台湾president在到处跑 这个像我们台湾这片土地更好 而且这改名字经过谁认证 全世界来看 虽然没有改名字 来 台湾